欢迎来到熊数学 数学有用 在前面我们已经测量了地图的面积 接下来就是要将这个面积显示在这画面上面 我们现在选择这个插入文字 在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这里可以输入实际长 比上那个地图 地图长 那实际长 我们刚刚呢有个命名 就是为了点一下方便找 那实际长就输入这个real s 那地图长 接下来比上地图长 等于这个map s 接着呢再输入这个等号 这个两杠呢就表示换行显示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这里就可以显示出来200比上0.07 大概299.3比上1 接着呢要来输入一下这个实际面积 那实际的面积的算法呢 这里的话呢就是这个real a 平方公尺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换成公顷 那换成公顷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块呢 选起来 贴上 那这里点进来 这里除上10000 那这里呢再补上这个公顷 那我们现在可以改变一下图形的位置 位置呢 例如说我们来量一下这个踩踩大 那这个大小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它大概是70公顷 那如果要固的更准呢 这边可能要多放几个点 才会比较准 那这边我们最重要概念就是要掌握到 诶我们要计算呢 实际面积的时候 要乘上比例词的平方倍 才能够得到这实际面积 接下来就鼓励用 接下来就鼓励用你家附近的地图 来量测一下 你家附近的公园 相对于大安生的公园 差了多少倍 还有像你的学校 相对于台湾大学 又差了几倍 那测完这些多边形 也鼓励大家可以来测一些更复杂的图形 例如这个五角大夏 以及这个Apple总部 感谢大家的聆听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学用数学 数学有用 今天给大家感谢大家的聆听